委員我記得前兩天 卓榮泰有到立法院去 為了能源政策做專案報告 他有描繪出一個什麼樣的藍圖嗎 你們接受嗎 就基本上他還是在配比里打轉轉嘛 本來就2025要達成 氣五 煤三 綠二嘛 後來現在綠能顯然沒有辦法達標 他說那我們2030年的時候綠能三成 還是一樣嘛 換湯不換藥 只是證明自己做不到 一個好的政策 以能源政策來講 至少四個要件 第一供電要穩定 第二價格要財務要規劃要合理 第三民意要可以問責 第四要可以接軌國際 請問從蔡政府規劃到現在的能源政策 哪一項達標 供電穩定了嗎 不穩定吧 這個財務有合理嗎 我們三年撥了五千億給臺電 要打消他的負債 這個財務規劃是合理的嗎 民意能不能問責 臺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國際也不能辦法接軌 我們講減碳 回到臺中這個題目來講 為什麼盧學英這麼生氣 過去他們在講說我要減煤 所以你要讓我蓋新的燃氣機組 條件一定都是 我蓋不新的 有舊的要拆掉 要退廠 王美花承諾 這樣才公平 王美花承諾 因為你現在政府要找新的地方 蓋電廠被抗爭 你蓋不下去 所以你只好以既有的廠紙 用以太舊換新的方式來處理 來增加你的供電 這是你政府為難的地方 可是對於有電廠的 不管是縣市首長也好 或是民意代表 那是林畢設施 我還要跟我的選民交代 為什麼這些東西越漲越大 所以一定勉強能夠接受的條件 是污染不能增加 舊的機組要如實的拆除來除疫 你才有辦法說我讓你接受 勉強接受繼續在這個場子運作 我們不講說電廠要關掉 要趕走 已經很客氣了 如果站在純粹民意的角度來看 結果你今天是說話不算話 你說我要太舊換新 你當初答應在前說我機組要拆掉 然後我掛上來說 我現在是要轉備用 然後隨時會啟動 那盧秀燕如果放行的話 他不變賣香賊 而且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影響中火 我桃園以我的選區來講 歸山的國光火力電廠 盧竹的長生火力電廠都一樣 說我們的燃氣機組已經老舊了 是不是委員我們溝通一下 以新換舊 一樣都是擴建 我說你舊的 你舊的要怎麼辦 舊的我們會猜測 你會嗎 你在這樣子的事情發生之後 你還有多少公信力 這不是只是影響臺中 也會影響你未來進一步 再規劃全臺的電廠的擴建 或者是汰換所有的進度 不要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說到應該要做到 你才有辦法解決地方的問題 才能落實所謂的人民的問責 而且今天環境部講說 他要嚴格審查對不對 事實上他並沒有回應 並沒有回應盧秀燕的這個問題 而且市長媽媽這一怒怒得好 他不但再一次的確立 他就是保台灣民眾健康的形象 因為這不是不只是中部的問題 這是台灣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現在地球人生存 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因為減煤 減煤排炭才是現在當下 大家生存的一個最核心關鍵的議題 這個比台海什麼時候發生 這個戰爭來講的話 這個迫切的危機感是更強的 而且今天中央政府 他是違背承諾 當時王美花的承諾不是增一拆一 是增一拆二 是我增加一部燃氣拆兩部這個燃煤 現在沒有這樣做 趙先生在他文章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了 現在連增一拆二做不到 增一拆一也做不到 你還要保留六部的這個燃煤 你說你是要做備用 緊急的時候的備用電力 那說穿了其實就是因為電不夠 如果說你要做 這個緊急的備用電力的話 那應該要採取的是賴清德 他在競選期間的時候 說要把這個核電不是要除疫的嗎 這些呢拿來作為這種緊急備用 保持這個狀態 核電才是綠能啊 他才能夠真正排碳啊 所以我覺得現今天環境部的回應 根本就是在敷衍了事